我和他在一起我觉得也挺合适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总是躲着我 其实我觉得我们认识的时间太短了 发展得太快了 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借过他的过去 是他想的太多了 不是我想的太多 就是他身边的朋友和我身边的朋友 私底下说什么的都有 其实这样发展太快对他没什么好处 我也是在保护他 我就是想知道他心底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那个女生希望通过你们来了解 他男朋友的真实想法 男朋友到底在想什么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安一先生32岁来自唐山房产中介 女嘉宾小张22岁同样来自唐山代业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欢迎好 这个小片里我听到认识的时间很短 现在大概交往了多久了 我俩已经交往了一年多了 是你觉得还很短时间不够 对 怎么认识的呀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面 然后那个因为我是做中介的嘛 然后那个他的朋友找房子 我给他找了好多套 然后大概看了这个二十多套吧 然后给他选了一套最合适的 他感觉我比较那个找房比较用心 请我吃了两次饭 然后认识 这不帮我朋友找房子嘛 然后他就像给自己找房子一样 找的那么精心 我觉得他挺踏实的 然后我就追了他 是因为你用心为客户服务 所以客户的朋友觉得你这比较靠谱 对 在这个小片里面我还注意到 你说了一句话说 我并不介意他的过去 你指的是什么 他比我大十岁 然后他也是离异 就是他离我婚 你说你并不介意是吧 我不介意 但是你好像反而有点拿不准 是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他年龄还小 就相当于我那个时候的翻版 就是我感觉太冲动了 太早了 如果说冲动的话 我会冲动这么长时间吗 六七年的婚姻 都这样就也说没就没了 你说咱这一年 一年多的这种相识相处 我认为还是不够 实际还是不够成熟 你说现在出的问题是说 想继续跟他相处下去 先不结婚呢 还是说不处了 因为他年龄还小 而且我现在这个事业上面 就是还差一个阶段 我想让他给我个一到两年的时间 然后我去充实一下 我的经济实力 然后他呢在社会上呢 就是也磨练磨练 因为他我感觉还 一年的码 要不在地上 你要有什么 你这个是哈уют 海湾 甚至有一步 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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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